小小的雙手在腳上搓啊搓 每一下都充滿了對母親的感恩 沈如玉因為想起經常跟媽媽頂嘴 心裡突然一陣痛 流下了忏悔的淚水 媽媽真的非常偉大 其實我生兩個孩子都是女孩 我也希望他們能夠 寄成好的這些行為 每一個進行各方面繼續傳承下去 還有爸爸帶著孩子 一起來幫奶奶洗澡 歐伯瑞在家裡總覺得奶奶很牢叨 現在有了不同的想法 奶奶很辛苦啊 然後腳都很粗糙啊 然後那個就沒辦法 他為什麼不說那麼多話 孩子凝視著母親的雙眼 心裡有些緊張 好不容易才開了口 媽媽我愛你 那姐姐呢 有沒有什麼要跟媽媽講的 媽媽你辛苦了 讓你每天開始 而這位父親 從未錯過孩子的親子課程 這次也不例外 要是孩子有親子課 我一定想辦法 就是我這個時候 我去請半天假 這樣的話來陪孩子 其實不只是為孩子 其實也是為整個家庭 在校青月舉辦感恩活動 不僅讓家長花時間 陪伴自己的孩子 也能讓他們從小培養孝順心 帶行文珍珊美志工綜合報導 不申請 拜子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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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